刚才您谈到了克勤独立军是缅甸在民地武当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支 他们是怎么形成如此强大的势力的呢 克勤独立军他的这支军队他为什么强大起来 他有历史来源 在艾斯大战以后 大家知道整个缅甸全境都是被日本侵略军给占领了 当时包括英国美国印度等等的盟军 其实被日本军队打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会打呢 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适应在这种缅甸山区的战争 后来英国和美国很多人就研究发现说 要在这种山区里跟日本人交战 我们只能请当地人 就是以那种基础情况就成立了一个叫克勤101突击队 就是这支军队主要是由美国装备美国训练出来的 当然你想那些这些当地人他们在本地山区地形又熟悉 从小地方长大 所以后来其实日本的最著名的第18师团 其实在整个克勤 明北克勤山区 为什么要被打得一塌糊涂 克勤独立军这些人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美国军队最早的预期 是给克勤101推击队 给他们5000人的名额 就是武装5000个人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是越战越勇 越战越扩大 后来是发展了两万多人 甚至在美国在太平洋上跟日本人在开战的时候 还征用了一批克勤101推击队的士兵 还到太平洋站上去开战 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强大是有历史原因 它的强大是有历史原因的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在密芝娜 在葡萄等很多克勤班比较重要的城镇 虽然表面上是丈夫在管理 但是你看他们双方谈判的时候你就注意 只要克勤独立军的代表去到了密芝娜 当地的那种克勤的老百姓 就会自发的就是夹道欢迎 那种盛大的欢迎仪式 其实从这个情况下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克勤独立军它的强大 它是有强大的这种社会生存基础的 它不是空穴来风这种 那它和政府之间最大的分析是什么呢 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 这个事情我到克勤独立军的总部去采访的时候 他们一些高级官员回答过我 他们就说现在缅甸政府军强调的 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血统等等这种 就所有的军队必须解散 必须服从缅甸国防军的这种统一指挥 他们是不愿意的 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像美国的各个州的那种 国民警卫队 就说国家需要的时候 我也可以变成国家的军队去保家卫国 如果国家不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作为我们地方的这种安全的这种维护 但是作为缅甸政府军来说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缅甸政府军他是不接受这种 他就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支军队 那这个谈判是进行不下去的 这个谈判是进行不下去的